身体卫生是人人都注意的 一些部位很容易藏污纳垢 就算你天天洗 这三个部位依然很脏 一 液窝 汗水本身并没有异味 都是液窝的常客 棒状菌菌被皮肤分泌的脂肪酸滋养 从而繁殖自身大量细菌 由此产生难闻的气味 一种气味被我们称为糊臭 二 口腔 口腔是食物的必经之地 每平方厘米就有超过一个亿的微生物 其中有好多菌群 也有一部分坏的微生物 只是导致口气的罪魁祸首 如果口腔内自身的微生物越多 导致口腔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 头皮 研究发现 每平方厘米的头皮上 约有100万个微生物 其中最多的就是毛囊脂脉 它们喜欢吸附在头皮的表皮层之内 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脱发 想要保持头皮清洁 除了清洗之外 还要早晚用梳子梳头 网友们 这三个地方 你们有没有保养好呢